各位朋友欢迎你来到一号真相台 让我带你穿越谎言的迷雾 抵达真相的彼岸 有粉丝给我发来了爆料 说国内外现在都在盛传 说川普的行刺现场 有第二个枪手 还是军队里边的内鬼 这是深层政府 这是就要懂王死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浩哥你得跟我们分一分一下 我不信别人说的 我就信你说的 好今天呢 就给大家来全面分析分析这个事 这个肯定是现场安保的一次史诗级的失误 是个大笑话 所以呢美国我不说了吗 地域爱多元化的推广 从上到下都快烂透了 所以有的网友就建议 中国什么都不用等啊 竟等十年 美国自己就花了了 好吧 国土安全部长出来说话了 说川普集会现场的安保是一次失败啊 的确是失败啊 各位啊 首先呢 就是有这个当地的警方 当地的警方说 川普的耳朵不是枪弹打的 而是被那个玻璃提磁器 那个玻璃崩的啊 这个事情呢 得到了辟谣啊 特勤局自己发布了这个辟谣 说这不是啊 川普的耳朵就是被枪弹打的 而且呢 在摄影机逐针的分析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被证实了 的确是被子弹贯穿了啊 人家川普是一点都没装算 这边是被子弹打的 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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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了吧 那个子弹穿过耳朵的一瞬间 川普的确是有大纪元之人 命大 川普自己都说 他说我来教你们躲避狙击手的子弹 我来教你们一个动作 这是以前的时候 他在演讲的时候开玩笑 怎料呢 一语成谶 他的肩膀 我说他是他的肩膀 他看着他 他不知道什么事 但他知道所有人的手 记得那样吗 他知道他在那里 看他在那里有47年 他在那里有什么事 他在那里有47年 他知道他在那里有什么事 但他的肩膀正开始移动 这老头有时候也挺逗的 好吧 哎呀 从那个不同的角度啊 有热心的网友总结了 从观众发现枪手爬上屋顶 一直到枪手开枪 整整过去了 至少得有两三分钟 在这两三分钟里边 特勤局势丝毫无所作为 这简直是一个世纪大丑闻 看看现场吧 这是中国的网友 还原的刺杀的现场 仅仅137米外的一个制高点 绝好的狙击位置 竟然没有特勤局的人员把守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啊 前陆军的狙击手 国会议员克里米尔斯 在谈到特勤局 在川普的致命集会上的行为 是表示这是严重的疏忽 我都猜测哪些是故意的 哪些不是啊 美国的特勤局 因为川普遇刺事件遭受了质疑 局长将接受议员们的质询 简直是不可思议 暗杀者怎么能潜伏在一处屋顶的制高点 配备了步枪 并且朝讲台进行了四次射击 这些都发生在一个本应该清理干净的区域 为何公众发出的警告被忽视 或者是安保部门对此无动于衷 距离一场竞争白夜化的总统 投票只剩四个月的时候 特勤局是否没有做足工作 以保护很多人认为会胜选的这位候选人呢 联邦调查局 特勤局及国土安全部都在接受调查对象之列 特勤局的局长金伯利切特尔已经被传唤 在7月22号在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作证 我们来看看这位啊 就是这位被传唤的多元化的局长 我先给大家揭秘一下啊 每一枚挖出来的是这样的 就说这位局长呢 是拜登的老婆基尔的闺蜜 啊 这个谁说美国没有裙带关系啊 是不是打脸了吧 又打脸了吧 公知们又打脸了吧 拜登老婆的闺蜜 本来呢 是在那个百事可乐呢 做这种保安的头 保护饮料和饼干的人 现在呢因为是老婆的闺蜜 就可以来保护总统了 啊就这么回事 各位啊 他呢是接受了这个严厉的质询 啊最后会怎么样呢 谁也不知道啊 反正共和党那些议员们都都要疯了啊 这个事 说要求啊 基尔 齐特尔辞职的呼声是越来越高 啊 但是呢 是特勤局的工作人员说 局长决心留任啊 完成枪击事件的调查 对吧 啊 然后呢 参议员们将他团团围住 啊 参议员对他说 你要么今晚就辞职 要么现在开始回答关于对川普的 这个遇刺的情况 及其他上台的情况 为什么明知有潜在威胁的情况下 仍允许川普总统上台 啊 然后这个局长说 我不认为这里是进行这种讨论的场所啊 这个我在适宜的地方将回答你们的问题 是吧 啊 说 这个 你要对我们负责 这些这个议员 把他愤怒的围起来了 这是一次暗杀企图 你欠人民一个答案 你欠川普总统一个答案 啊 然后议员们愤怒的说 他竟然 拒绝回答我们的问题 好吧 这个丑闻背后呢 啊 自然就会有很多的传言了 啊 有这个国内的网友给我发来了爆料 说浩哥 有人说存在着第二枪手啊 海外和国内都传封了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先看看这个照片 这是照片的拍摄者 那个著名的啊 被那个视觉中国收钱的那个照片 引众怒了 是吧 我也不知道他受没授权啊 然后呢 他说啊 我瞥鸥鸥 Phone 一瞬间 一瞬间 这不是摆拍啊 这确实这记者普利策奖的获得者 在这个新闻瞬间的捕捉方面 那是绝对是有超出常人的天赋的 至于说到那个第二枪手这个事 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啊 网上流传的视频 中文字幕志愿者 那位说眼见为实啊 确实啊 想想细思极恐啊 这玩意儿还有第二枪手呢 对吧 这川普 这是以后还能行吗 这不是一个一个的来吗 各位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给大家分析啊 咱们先看看现场的另一段视频 是川普呢 被保安人员簇拥下了讲台之后 进入车里的视频 大伙仔细看啊 楼到底多不见一位 那我领鞋 你们别盯着那个胖娘们插不进枪套去 别盯着她 那个枪手呢 枪手没在车边上 那枪手在哪呢 我给大伙找出来枪手在哪呢 看见了吗 枪手在那个 你屏幕的那个上角呢 你看见了吗 右上角 看见那枪手了吗 看到了吗 和车离着很远很远 那没说那镜头里边呢 怎么能贴到一块去了呢 大家明白这个叫做 这个长焦镜头的效应吗 看到了吗 就那个地方 大家知道什么叫长焦镜头的效应吗 就是说你如果用长焦镜头把景物拉进了的话 那两个 那个不同景深的景物就会贴到一块了 就会产生 那个视频里边的那种效果 实际上没有第二枪手 那个士兵只不过是在远处警戒 被长焦镜头拉进了 画面贴到一块了 明白了吧 所以这个事情的真相就是如此 谢谢诸位 咱们点个订阅吧 下期再聊